我说我最棒了那会儿 我非常的膨胀那段时间 对确实是 我这怎么办 没有捧梗的呀 我叔叔说 余老师你用吗 我说可以呀 我说能够滚吧你 你有病吧这孩子 你师父你还说的话 你还真敢接着 等于说这群人 这是把台上无大小 台下礼规矩 玩得明明白白啊 说起笑声 那是一个比一个好横 袁余鹏不但对 敲师父的搭档这件事 念念不忘 竟然还当众吐槽师娘 看来是真的不想继续混了 下去 我师娘就跟我说 郭德刚这收的哪是徒弟 分明就是黑粉头子 小月再次凭一己之力 得罪老人好 估计想着就算把子摘了 也是龙子科大师兄 天王老子来了 都拦不住他想作死的心 烧饼得于莽装人的说号 真不是白叫的 面对摘字毫不畏惧 直接当众跟师父叫板 这是看着了师父 拿他没办法 那云字收走 我也不要 对不对 他叫烧饼 那云字跟我也没关系 你把烧字带走 你要饼字你也拿走 再逼我 再逼我 我就改国籍 我就改个俄罗斯人 他绝对 他绝对是为主不多 想当师娘的男人 原本只是想跟鞭云平 竞争副总 眼看没了希望 他竟然想到了一个绝招 前大爷吃瓜 倒是挺开心的 就是老郭的脸色 有点让人琢磨不套 我想好了 你怎么着 我要当师娘 对 我怎么就不会超紧道的 我要什么副总呢 我直接董事长 白云平 过来 你要当师娘 你师父可长寿了 我跟你说 看把新坟看旧坟 坟坟挨着张后伦 掌握着他事业 生杀大权的副总 多感到在 如此嚣张得赞 看来是打算彻底风向了 这一声德纲喊得有多脆 这一脚挨的就有多慈势 给了师父 你都退出了 不要叫师父 喊同志 德纲不是我不开 张宇雷干了多是人 想干而不敢干的事 就想问问 葫芦桃的感觉怎么样 看师父的表情 顾尽内心的OS再说 要不是把你踹碎了 不好拼起来 一脚给你踹飞 千哥都不敢这么调戏我 你这手 你这手抖毛 就是什么 我干嘛呢 你这扎着签板 你这 您讲理 您讲理 这是什么呀 这是门帘啊 你这把门关了 对 fame ha 虽然